大家一講的麥想可能就記得了 朋友在第七處是考驗你意志的機會 扶祭安A 今天來到第三集繼續是我 成本到堂的扶祭Gabriel 還有堂區的扶祭君龍 Hello 還有教區的真扶祭修生Henry Hello 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了四巡期 大家可能都會手啊齋啊 有些日常生活上的改變 在翻聖堂以前還未有疫情之前 大家可能做得最多的除了望彌撒之外 就是拜虎爐 我們做扶祭拜虎爐 基本上每個禮拜都回去幫忙的 以前 那有沒有什麼新宣事呢 我也不知道可否用新宣來形容 可能少少得意 或者是一些經歷 可能普通教友未必會經歷過 其實有三個案是少得意 一案就是 有沒有試過拿十字架插到手陣呢 我們堂區有一個很重的十字架 而這個十字架 就是為我們特別會重一點 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苦路牌上面是有些蠟燭的 它不時會滴蠟 牆上面那個苦路牌 是啊 因為我們聖堂就是 每一處苦路牆上面 就有一個十字架 高一高在頭殼頂上面 平時教友就未必在你的頭殼頂上面 但是我們一負製 神父就站在遠一遠就拜苦路了 但是負製就 不知道是不是傳統來的 我們就會站正在那個十字架 和那個蠟燭下面 你知道聖滿篤就很大冷氣一下 然後就把蠟燭吹進來 那你就整身都一樣 就是幫你蠟燭的那種 但是蠟燭是不是會脫毛的 會光彈 滴完之後是不是會發覺 皮膚很滑 蠟燭 我已經不自覺地沒有自己的頭 不好意思各位觀眾 除了滴蠟之外 其實還有一件事 可能負製會比較多 我們都會拿著蠟燭去 幫著十字架走這條苦路 那因為那個蠟燭太近 有幾次就索到餐點暈 我記得有點懷冷氣 通常有個位置會有些風扇 不知道誰教得那麼好心 怕負製會很熱 就領著風扇過來吹著蠟燭 然後火就在那邊不斷 哈哈哈哈 不過拜虎祿是嚴肅的 那大家拜了那麼多年虎祿 其實拜虎祿都有很多種 不同人寫的脈想 不同的版本 甚至乎可能那十四處都可以有不同的 不如我們都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就好像一個書展一樣 就搜羅了很多不同版本的虎祿的書 那麼光龍你介紹一下 這個應該是唐區最常用的那本 這本就是香港四巡旗運動出的 應該大家都見過的 它包括什麼呢 包括經文 脈想 還有土文 我想這個也是拜虎祿的一個練習 內容通常都是這樣 有個經文 然後再隱身的脈想 有時候會有不同題目 所以會見到有些 譬如說環保 社會正義 那樣都有 就這樣拿一本書 大家未必記得這是什麼 大家一講的脈想 可能就記得 朋友 就是第七處 是考驗你意志的一個機會 這個全部脈想都是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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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 所以我通常我自己說起 就是拿朋友那本 那就是這本了 是啊 因為除了朋友版之外 是不是這樣叫的 我們還有這個我的靈魂版 那這本就是來自於中國 本身是文言文版 然後有個持有會的神父 他就改編做白話文 主要都是我的靈魂 你上一上 你上一上 是的 耶穌心愛世人再臨死前 其實這些苦老書真的很多本 譬如說都還有清傳出版社 不是 聲揮出版社 再舊一些 出的 就是不同聖人寫的脈想 這三本都是傳統版本的苦老 傳統有什麼特別呢 怎樣叫傳統版 因為它裡面是有 譬如說 開頭是耶穌被判死刑 接著會有 第一第二第三次跌倒 遇到聖母 遇到慧羅尼加 現在大家深水清一點 就會發覺 好像四部福音都是 沒有這些情節 沒有錯 耶穌跌三次 其實 慧羅尼加是從來都沒有出現過的 福音裡面 福音裡面是沒有這個人的 那是怎麼來的呢 突然間拔上了它出來 這些真的是傳統來的 所以還有另外一些版本 譬如說 這兩本 這兩本就是 叫福音苦老 其實是 《教宗約望保祿二世》 根據福音的內容 重新編回那十四處 所以 它不同的第幾處 跟我們記憶有些分別 譬如第一處是最後晚餐 但你要 傳統版就是受審的 去見比拉多 是的 它會有生緣祈禱 一些你不覺得在 苦路裡面聽過的東西都有 我們是很少用你的 第十處是 《懺悔的囚犯》 就是左道右道 你平時拜苦路沒有 就因為它全部都是用一些 福音裡面找到的情節 它最後第十四處 是耶穌復活的 就更加 跟我們平時拜苦路有些不同 那這本呢?這本心口有我的勇字是怎樣的? 這本就是2008年 本督十六世請陳書基 去為聖州五在羅馬鬥獸牆擺虎爐去寫的 所以因為是中國籍的書基 所以整本書都很有中國特色 大中華的 所以那個士兵 羅馬兵士是心口有個勇字的 還有那個聚葬牌是 中文 耶穌 猶大君王 就不是平時的INRI 我想還有一個是 再少些人會知道的 就是聖安德納堂那個 七處的苦路 它就是根據《約王福音》 再編移成的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我自己最深刻的就是 有一年跟君龍去波蘭世青 那個大會安排了一個戶外拜苦路 那他的那個舞台效果很厲害 其實我有少少都開始分不清 我是在看演戲還是在擺虎爐的臭小子 那他那個真的戶外搭了幾層樓高的高台 那有些演員穿著衣服 吊著網絡 耶穌釘十字架那一處 真的整個演員就踢了上去 我們那次最好就是 我們剛剛在十字架前面 哦是呀是呀 只是看到那一幕就行了 抽到一支好籤 但其實只有那位才看到 根本其他都借了 站了三四個小時 只是看那一幕而已 啊?即是不能逐個逐個站去? 是啊 你怎麼走啊?世青 我沒去過 沒有這個機會 你跟主教申請一下 這個比較尷尬的問題 我聽聞以前有些前輩的收生是有去世青的 不過我們這裡可能沒辦法了 可能疫情沒得去 不過其實我覺得你說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古路呢 這些叫民間敬禮 他真的比較激發教 有那種感情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會做得這麼誇張 就是很情緒化的表達 其實就是去一禮而又好像只是讀經 祈禮啊 祈禮啊 但是這些熱心敬禮就可以 默想裡面會感情揚逸一些 帶領一些人去投入那件事裡面 好像西班牙、葡萄牙那些 就是我看到那些照片就是他們套到很高的帽 那些懺悔的樣子 出遊啊 是呀 很西維爾 很盛大的出遊 還有其實再誇張一點 好像菲律賓那樣 真的釘個一上十字架 哇 這個我看 那個很痛的 每次網友都覺得很痛 其實就是這些乾敬的敬禮 所以是比較好講教友的感受 所以為什麼傳統呢 就是這些是跌都要跌三次 要表達到那種痛 就是因為你福音裡面沒有說那麼多話 可能你親身走過一次默想的時候 其實你覺得如果換成我的耶穌我肯定在這裏摸一摸 所以就產生這個傳統的十四處了 就是我想這個可能就是 就是始終拜虎路是屬於一種民間的熱心敬禮 他不同 彌撒啊這些禮儀 就是大家那個 那個 默想的空間是再大一些 今年其實大家就 無論是戶來戶外的 拜虎路都很難再做 但是我想拜虎路好就好在 他本身不是一種禮儀 他不用要有神父跟你一起做 那反而是大家在家裡 其實都可以 甚至乎不一定要星期五晚才去做 那在家裡也可以 在四巡期已經有很多事情不能做的情況下 還可以保留到一種可以叫做 宗教上的習俗 我有個問題想問一下的就是 辦虎路不是一定要有虎像的十字架 例如這個 一條橫木 然後有一條直的 合體 然後沒有虎像的 行不行呢 這一種 其實修遠都是沒有虎像的 因為你看這個經文 其實他一向都是 說的 你用此聖架 舊屬普世 其實是說的是假的 即使聖周五也是 朝拜十字聖穆那一刻 切三次那一刻 是的 請看這十字聖穆 所以其實本來 傳統是因為 在耶路撒冷找到真十字架 是要朝拜十字聖穆的聖毒 後來就慢慢發展到 不會所有堂區都分到 所以就是 慢慢去 全世界那麼大 越碎了 所以其實應該是這樣的十字架 但由於 教友通常都是 我們天主教友通常都是 習慣了有虎像 所以很多堂區都會有 我相信有虎像和沒有虎像都 不會說去得到哪裏 因為始終是熱身敬禮 其實沒有都可以 到最後都要買廣告 既然大家家裡 就未必可以出街買到這本書 早幾期的公教部 其實就已經好好地為大家準備了 大家有沒有公教部 那這張呢 就是點得來的 我幫你拿點 是公教部中間的接頁 是3月6號 是 疫情下的苦怒默想 所以其實 苦怒的默想 是可以很配合到 實際的生活 不是時時都需要 一些很固定的經文 傳統唸開那篇就是那篇 即我們都可以自己寫的 是 所以其實大家除了 在心裏默想之外 其實都可以真的試一下 可能很簡單 可能在桌上 自己一路看著 揭著這十四處 就一路寫下默想都可以 是 其實就是整個 就是一些祈禱而已 是的 祈禱的內容是封劍尤人 真的 沒有說一定要固定一定 雖然有個框 大概都是那十四處 是的 但是內容真的可以變 那這個就交給大家 自己回去發掘一下 還有去探索一下 自己和天主之間的關係 在疫情裡面 是的 那今集就差不多了 下一集 大家做了這麼多個禮拜 拜虎勞之後 我們就會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四場期 除了 我們正常地看黎薩之外 其實黎薩裡面 還會多了一個元素 就是 舞蹈者的恩選禮和考核禮 那除了已經信了的教育之外 如果舞蹈者有興趣 都可以了解一下 自己 雖然今年未必經歷到 但其實實際上 會經歷一個怎樣的儀式呢 那就留下集再和大家說 拜拜